好 这名花衣服穿着短裤背着背包的男子 进入了银楼说要买金项链 试戴了好几条 叶者都起疑了 这时候他一把抓转身逃跑跑了出去 叶者发现抢劫赶快追了上去 街道上追逐这不是跑马拉松 是抢劫 叶者大喊抢劫一路跟着追 另一边也报案了 抢匪一路跑为了躲避追捕 最后还跳入大牌 这一跳动弹不得了 三公尺的高度跳了下来 虽然下方是草皮 但是这一摔 他躺在地上无法再动 警方到达现场也不用大费力气抓人 反而要叫消防队来救人了 抢匪抢的金项链 大约价值47万元 全数追回10分钟破案 好把时间交还给彭蕾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